疫情严峻也造成了花东重骨上的观光业者苦无游客 鲤鱼潭商圈 立川 渔长等等 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 游客量折半甚至只有一到两成的游客 业者担心疫情无限期的影响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情况 希望观光局或是花林县政府 能够给予业者协助渡过难关 春暖花开 鲤鱼潭景色宜人 但是看着鲤鱼潭岸边游停业者救生圈高挂 空荡荡的等候区 没有游客的鲤鱼潭平静的让业者头皮发麻 在春节过后就是如此的光景 稀少的游客造成了业绩折半 甚至一天的营业额还不到一千元 哭称等待春假的到来 看看是否能够改变现况 这个生意这么差 一直在过眼后 到现在都生意都很差 所以疫情的影响 游客都不敢到花园来 除了礼拜六礼拜天 有多一些游客以外 其他时间几乎是跌到谷底了 那目前大概是营业额大概是什么 大概一层两层左右而已 一两层而已 对 跟往年来讲这是最谷底的 最谷底 真的是游客 你看今天一样都没有什么游客来到礼潭 假日也是这样吗 假日是好一点点是花园的游客来到礼潭 这个玩而已 可是量还是没有那么多 是啊 那你们有没有想到说 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能够来补贴之类的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 政府这边还是中管处这边可以帮我们补助 来争取补助的一个办法 轰荡荡的停车场 没有人游玩的体验区 不只是发生在花莲的鲤鱼潭 在私人企业 立川渔场也是如此的情况 业者甚至改变经营方向 从早上九点开始 营业到晚上六点 减少不必要的开销来苦撑 希望能够度过寒冷的观光疫情 所造成的损失 记者林杰授丰采访报道